忍者这玩意太难忘了 他的分身看起来好呆啊 这和我之前看的忍者不一样 这几天我刷了好久 总算刷出黑骑士大剑 结果却是没啥提升 要不是有大号带着刷 我感觉到心都要崩溃了 忍者前期我都不知道怎么玩 哪怕我现在刷到黑骑士大剑 前期刷Boss都有概率方车 我甚至觉得 玩射手都会更简单点 当初以为射手开荒难 现在才发现最难的是忍者 由于他的分身吃的都是本体 这让我迷惑于该加什么羁棒 到底是消耗度强度还是本体强度 玩起来CPU都快冠冒烟了 玩过的各位说下前期都该加什么羁棒啊 那些后期紧急伤害就别推荐了 我目前忍者号一周目都没通关 另外我的风暴手也感觉毕业了 我觉得几千万伤害够用了 打鱼镜没什么压力